每日福音 一个安息日 耶稣进了会堂并教导人 在那里 有一个人的右手是枯萎的 经师和法利赛人便在一旁监视 看耶稣是否在安息日治病 目的是要找到罪名 好控告他 但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 便对那有一只枯手的人说 你起来 站在中间 那个人就起身站着 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 在安息日合法的是行善或作恶 救命或害人呢 耶稣环视四周所有的人之后 便对那个人说 伸出你的手来 那个人照样做 他的手就复原了 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却气得发疯 彼此商量要怎样对付耶稣 耶稣显神迹的关键行动就是 伸出手来 圣安博曾进一步指出 耶稣这些话的重要性 当然他也建议 要常伸出手来 像是对那些刑伐的穷人伸出手 伸出手帮助你的邻居 保护寡妇 救助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 为我们的罪向上主伸出手 在《猎王记》上第十三章第四节当中提到 当亚洛被喊 向偶像寄宣的时候 他的手枯萎了 当他向天主求情时 他的手竟然恢复了原状 枯手也就代表着无力 而伸出手来 就会获得痊愈 在今天福音当中 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厮守法律 反而是冒险地站在弱势人群的那边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 也让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是否经常慷慨地 向那些有需要的人伸出手呢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泉源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